大家好,欢迎来到调侃频道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我要我要我还要的电影 女主角是一个名校毕业 却还是给人端茶送水十年的电视台实习生 日常工作就是直播拔那根红薯 所有的老大爷们都在旁边闲聊的时候 他要推这个装满红薯的独轮车 女主虽然长得漂亮 可是貌似没有任何特权 真的很耐人寻味 回家的路上被妹妹女嘲讽 哇,都七八年了 你还是混得这么惨 你还是别人的 别想着会演艺圈了 找个老老实实的工作不好吗 回家的路上 无意间撞进了一个寺庙 突然闪现出来一个高僧说 女主别忘了你是主角啊 你可是有光环的女人 俗话说有舍才有得 如果你想获得什么 首先你就要丢弃一些东西 所以你的光环是 只要能够丢东西就能够有好运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还有点小激动啊 嗯,听起来真的好有道理啊 女主回家就又看到和自己一样废柴 所以才能互相看上的男朋友废柴男 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废柴男看到女主身上的衣服破了个洞 就大喊 哇,你的衣服上破了个洞哎 这只是字面意思 绝对不是暗示哦 希望你不要想多了 嗯,那衣服破了一个洞怎么办 当然是丢掉了 当然不是拿针线缝起来 嗯,你想这种生活实在是太奢侈了 见衣服丢掉之后 女主第二天去参加超市大酬兵 买一赠一的时候 竟然抽中了一公斤的松板牛排哎 对,你不用知道这是什么 总之就是很名贵的就是了 果然是只要丢弃东西的话 就能够有好命嘛 台里要招询问政府官员的记者组 但是全台只有十个名额 女主想了半天 就决定把自己最心爱的一个娃娃给丢掉 果然顺利获得名额 还因为询问的问题十分优秀 优秀到让官员直接没有办法回答的程度 从而被领导夸奖 女主回家因为从来不看书 所以选择把书架上用来装文化人的书 给全部捆在一起丢掉了 于是女主很自然的被选招为 人气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女主回家因为觉得家里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所以把家里的杂物都丢掉了 于是女主很自然的就因为原来的女主持生病 所以她被选招为播报灾情的女主播 能够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实况转播 这简直就是职业最高理想嘛 于是女主很自然的就受到了吃瓜群众良好的风评 觉得她好惊艳哦 真的好优秀呀 女主回家看了看 好像完全没剩下什么不值钱的东西了呀 就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看到废柴男回来了 于是女主就说 哇你这个废物 竟然每天这么晚回来还没赚什么钱 以后怎么配得上优秀的我 我要赶紧和你分手 总之这也算是丢东西了 丢掉了自己的爱情之后 女主很自然的成为了人气最高的网红主播 还搬进了新房子 哇生活真的超美好的 然而女主已经到职业巅峰了 她也还是不满足 听到台里要报天气预报的主持人 于是决定丢东西争取一下机会 女主将家里丢得只剩几面墙 和几面飘得很飘移的窗帘 大概是因为墙没法拆 窗帘也不值钱 于是女主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天气预报主播 但是人类就是如此 如果欲望这种东西能控制的话 那还能叫欲望吗 女主听闻自己竟然不是第一名 人气第一竟然是她的同事闺蜜女 闺蜜之间如果不争抢的话 还能叫闺蜜吗 女主的精神大概已经不正常了 正好晚上妹妹女过来看她 于是女主看到了原来她们母女三人的合照 毫不留情的丢了出去 总之这也算丢东西了 丢掉了她的心情之后 女主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一款重要新闻栏目的主持人的候选人 另外的候选人就是闺蜜女 女主为了获得这次机会 就把闺蜜女从楼上推了下去 总之这也算是丢东西了 丢到了她做人最后的底线之后 女主终于荣升抬注 但在这个时候她却误报了新闻 舆论导致收视率疯狂下降 领导男对女主说 如果还挖不到独家新闻的话 这节目就等着倒闭吧 女主回到家里想了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丢的时候 灵机一动的就做出了以下的行为 她打开了摄像机 手机屏幕中她一步一步的走向阳台 电影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很多深思 欲望本身不是问题 适度的欲望和压力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动力 但是一旦没有了节制 那么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平衡打破 走向疯狂 如果是你的话 为了获得成功你会舍弃什么东西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讨论哦 我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